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 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 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call in 大家都非常的热络 再次感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礼拜五的第二个小时 我们还是非常的轻松愉悦的 要迎向周六日的周末 所以我们要来聊聊电影 邀请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影评人 确确 确确好 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确 是 确真的是很会写文章 然后现在的那个 对 现在的 你在pocket上面 上昂上面的那个节目也是很夯 就是努力的跟很多的引人 因为刚好啊 疫情的关系也有助攻啦 因为就是台湾的戏剧呢 相对台湾观众接受度又高 因为没有好莱坞片可以看 对 完全没有好莱坞片可以看 所以就台湾观众 就把目光转移到台湾的戏剧 那刚好其实很多的引人啊演员啊 他们都有机会 其实把星座好不容易推出来了 就有一些对谈的空间 然后在里面互相的聊 一些比较正经的演戏的话题啊 是 是 就是 是一个好好对话的一个空间啦 就让他们就是各苏其字 因为其实很多艺人 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观众可能会觉得说 我是明星 然后你就想听我的八卦啊 娱乐的东西啊 其实他们也很想聊聊 他们的专业跟他们的努力 对 他们很想要让他们的努力 给大家看到 好 那现在电影院 似乎有慢慢回温的状态 是啊 其实真的要靠我们 全面的这几出 就是要聊的这几部电影 又不是这几部哦 其实今年上半年 整个电影的票房市场 西院的票房市场在台湾 是去年的其实就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其实算是非常伤 而且还要不是有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四处列车二 海海半岛 跟还有一部很奇妙妙的哦 听说他票房打破了 二分之一的魔法迪士尼的动画哦 就是角落小伙伴电影版 真的啊 是的 很惊人 因为角落小伙伴 角落生物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的 对 就是算他们疗愈系的小朋友 对 就是他们心灵的好朋友 心灵伴侣啦 那我们家也有几只角落生物啊 真的有对不对 对啊 我女儿到国中也还买 但是他们电影版是票房不错的耶 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真的是 其实老实说一方面就是 虽然说我们知道迪士尼动画 这个东西大品牌 还有皮克斯动画 那种东西在全世界非常痴迷 但其实在台湾的市场 一直都没有特别的好 因为喜欢看动画的就是那一些人 那所以相对就是他就有一个 比较就是限制的票房空间 那角落小伙伴 我觉得也是一个歪打正早的概念 因为角落小伙伴 他选择在暑假档期上映 然后今年全台湾的父母呢 他们都不能出国啊 他们就只能一放暑假 觉得很慌的时候啊 就是好带小孩子去看电影 然后角落小伙伴就趁势而起啊 而且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那个现在想想的小孩子的 同财压力应该真的也挺大的啊 很多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并不一定对角落小生物 角落小伙伴有感觉 但是呢 就碍于同学大家都去看了 所以你也应该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他在演什么 而且你了解了一下 这过程里面呢 爸妈有时候还得带你了解一下 所以那个票房是double triple 这样直接上去的 那像雀雀你去看的时候 大人是支撑得住的吗 老实说啊 老实说啊 我看到后面是有 就是掉下我一滴感动的眼泪 但是不可会演 我中间觉得挺无聊的啊 因为我看到我一个好朋友 他说他小孩子吵得他 要叫他带他去看那个角落小伙伴 所以他也就去看 他说 第一次怎么有点睡着的感觉 就吹冷气 幸好他只有一个小时 对大人来说还挺挺 他的注解就是这样子 只有一个小时 不会 可是小朋友看得很开心 小朋友真的莫名其妙开心 例如说我那个四岁的二儿子 我就不懂啊 就是 就是怎么会就是 只是一个小朋友小生物 从墙角这样掉下来 我小孩子超捧场 这样哈哈哈哈大笑 我吓傻了 我想说你这样是可以的吗 我还叫你小生点 你小生点 那想想大家每个小朋友都这么闭 都很捧场 我想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宇宙是你无法 就是你身为大人 无法理解 所以角落小伙伴的电影版 在暑假期间 这个上映 其实也是有点点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各方加成 但是其实我在里面 还是有看到一些亮点 就是因为他整个故事呢 讲的是说 一群小二小生物呢 打开了一本童话故事出 全部掉进去 所以他们从一千零一夜 卖火茶的小女孩 还有什么东西就是淘太阳 全部的童话故事 给你run一回 所以他有一种就是 小朋友他其实 小二小生物真的不用讲话 因为里面真的 小二小生物是不会讲话 讲话是一个叫做 甲敬文的 旁白 然后你第一次我就是发现说 哇 甲敬文的旁白很疗韵 他的声音是可以有一种 很妈妈的磁性 跟磨性 了解温柔 对那温柔感是真的 会让你听得觉得好舒服 然后也可以第一次 review一下这些童话故事 真的 所以其实所有的 角落小生物他们 虽然没讲话 但是很神奇的是 你的小孩子都catch的到 那个语言 他是可以理解 角落小生物在想什么的 他们只是滚动一下 然后做一些很白痴的动作 例如里面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也是我儿子笑风 我想说有这么好笑吗 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 叫做炸猪排跟炸虾尾 炸虾尾很有名 对 然后他们两个的主打诉求 就是他们是被吃剩的 就是人类不吃的 所以他们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被吃掉 然后当他们到了那个什么 那个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故事圈里面的时候 他们遇到大野狼的时候 就用发光的眼睛看着大野狼 然后就追着大野狼 跑说吃我吃我吃我 然后全部的小孩子都笑风 我想对 这个是我逆反转 我们的思考 但是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的买单 被你讲的我也蛮想去看的 因为就是他们的那种童趣啊 还有就是他小孩子全部都看 我们要找回我们的童真啊 爸爸妈妈 你怎么可以睡着呢 这么可爱的电影 对所以我也蛮汉言的 想说一度昏昏欲睡 他现在还在上映 他现在还靠电影公司 还靠他们 真的小朋友就是靠这个 因为其实这也算是一种 以前啊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2020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 因为在这今年以前 我老实说 我真的有觉得说 我每年要追快500部 1000部的电影 我追的非常累 因为全世界一直在盛产电影 他不论是品质好的品质不好的 然后全世界世界各地的全部都来 然后你就会一直看不完 可是突然今年全部都停止了 然后连好莱坞的档期 全部都延到明年 就是一些好的大片啊 然后你突然觉得说 对我们其享受电影的 节奏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嗯 这个节奏感觉是对的 是舒服的 而且有一些电影 其实你还会觉得很焦虑是 以前你如果想要看那部电影 如果他不是叫做复仇者联盟 可以连去放映一个月的话 你最好这个月赶快 或这个礼拜赶快去看 第一个礼拜要先去看 那种焦虑是会被逼着打的 真的 然后今年就突然你觉得说 而且有很多的经典数位的修复版 重新上来了 所以就是吸管姐大哥 他就是有笑称说 今年的电影院就很像是那个线上平台 就是在做那个传统的影展 有点点这种感觉 可是其实也是让大家放慢角度 可以好好欣赏电影 真的我觉得大家 如果你是习惯电影的人 然后你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东西 是不是追不完 有时候好书也是看不完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很慌 那刚好今年让你好想定下心来想想 说你喜欢电影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找到你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的工作 才需要全部都看 但是照理来说 就是你喜欢什么电影 你去找你的类型 你喜欢的 例如说文学改编电影 或者是动画电影 你才可以从中去欣赏出你的乐趣 然后建立说你认识自己 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 认识自己的东西 没错没错 我觉得确确讲的非常好 我觉得从电影当中可以看到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电影当中 某几个桥段你会特别有感 那就是为什么你会特别有感 你可能有感 另外一个人可能对这个桥段没有感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认识自己的一个方法 那四处列车感染半岛已经卖破三亿了 真的破三亿 他其实七二七就已经破两亿了 所以那时候大家说也太快了吧 对啊好快喔 每十天破一亿的概念 那现在三亿多 就属中无大将 那你喜欢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老实说在议题方面我喜欢的是第二集 但是呢在电影的类型跟技巧的发挥上 第一集是经典 我觉得第一集是经典的 因为我跟蔡大哥两个人到电影院去看了嘛 然后看 其实这中间就是第二集 因为他场面更大 花的钱更多 是 然后那个赛车的部分也是很精彩 但第二集看完没那么的内心没那么丰厚啦 第一集是非常的棒 我觉得他们现在很 我觉得韩国电影真的是有点急扯 因为他们会知道要掐着你会感动的泪点 所以只要观众 我自己很敏感 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这部韩国电影是故意要让我哭的 我自己会去你会产生一个距离 我会退一步想说 为什么你要故意这样 就过度煽情 你会觉得他第二集还是有点过度煽情 10点18分 每次聊到电影都觉得聊不完的感觉 今天现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居民影评人 确确 刚讲到失速列车感染半岛2 那他当然场面更大 花费的这个产本更大 那如果不是现在遇到疫情期间 给他的票房 例如说好了 花木兰 虽然说他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电影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 骂归骂我还是会去看 那种一定会直接影响 花木兰应该是目前好莱坞大片最惨之一吧 对 因为他已经决定在北美是用线上串流平台上架 在9月初的时候 但是其实有人算过 如果 因为他用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上架的费用 就是一般来说一个串流平台 你要单买一部电影看的话 大概在台湾其实也是60块到100块 然后在美国一样 其实就是3美金 但是呢他给你30美金 然后他其实直接想的就是说 那反正我打定就是全美国的戏院就不开 那电影院又不上 那我就直接在让你在家里 何家观赏一部花木兰 然后他们就想说那但是10个人为什么 他想想还是很滑 例如说你们家成员只要有三个人 然后看两次就滑了 他们想的是 而且真的有人算过说 如果全世界有5%的人看 基本上他就回本了 然后如果不小心有50%的人 因为这种快智人口的题材 就是迪士尼公主系列 大家都是全世界的小女孩都会看的 他就抓紧你这一点 那他的票房可能 可能会创架世界的记录 就是我们去想说冰雪奇缘10亿美金 通常就是一个标杆 就是12亿美金这个程度 卖座的程度 已经可以变成 饮食的前几名的动画电影的票房 那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的人 都买了都看了 那他就会超过就是 现在所有的记录 那我们要不要来想象一下 会不会发生 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 因为全世界的疫情 大家都关在家里 刚好可以看电影 可是他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他不一定要看花木兰啊 花木兰的价格是十倍 是啊 但是如果小孩子小女孩 不要告诉他有花木兰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 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冰雪奇缘的小女孩都会 在家里看十遍了 那对家长来说大概挺滑的吧 我觉得不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很惊人 这个很大家其实是有点很紧张的 在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一旦成了 真的一旦成了 那些电影到底怎么样 真的 这真的会不会有可能 因为有些家庭他都有读书室了 然后剧院搞不好都会变成 就变成 书房是一定要的 搞不好以后这个 剧院 以后的客厅搞不好 这些都变成基本的配备 也标配 所以你看一个疫情真的把很多的那个 这个全世界的生态 原本的生态 然后运作的商机 都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思维就要改变 而且被迫的 所以四处列车感染半岛 在台湾还会继续再卖吗 我觉得是会啊 但是因为呢 我们等一下 那个会去聊到 诺兰的电影 会不会成为旧事之作呢 这真的是很值得期待的部分 是是 克里斯多福诺兰 他的作品太精彩了 好那韩国片还有一部叫翻供 对 翻供其实有一点像是 我觉得台湾人还还蛮习惯这种官司片的 你就是喜欢人家看打官司 然后看得很嗨 而且她是一个女律师 有一种就是 从乡下离开的一个小女生 然后到大城市自己练功十年 成为大律师之后呢 回头去屌打那些所有的家乡里面的那种父权结构体系啊 然后还有就是政治的黑道的那些人 然后她从中里面去找出那 其实有一些弊案 然后她全部把它翻出来 然后那个女生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呢 去正式回头去看她小时候的一些家庭的伤痕 所以其实这种题材还蛮算 而且其实你看了也是会苦 例如说她回去打官司是帮她妈妈打 因为她妈妈呢 被控就是毒死 就是一些来参加她爸爸伤离的人 然后呢她本来呢想说 既然你是我妈 我本来就要帮你打官司 可是她妈整个忘记她了 她妈得了失职症 对所以她从头到尾 其实她觉得很揪心 她就觉得说我很努力的来帮你打官司 但是你连我是你女儿你都记不住了 然后我还要帮你辩护 然后而且其实她当初离开她妈妈 是用一种非常痛苦的 就是她是用逃的离开的 因为她从小被她爸爸家暴 然后甚至被她爸爸性侵 然后呢等她考上大学 她爸爸不准她去上大学喔 所以呢她是有一点逃走回去 所以妈妈是默示的 她妈妈就是本来 对就是默许了她爸爸欺负她的女儿 那后来她才知道说 原来其实她爸爸 根本就不是她亲生的爸爸 而且她为了 她是为了她就是这个女儿 才咬牙附属在她爸爸身边过生活的 就是一个你就是她去探讨 其实就回头去探讨整个韩国社会文化 就是女性的诗语 还有就是她的经济弱势 性别弱势 然后社会阶级的弱势 逼不得已得很很惨的留在一个男人身边 只是为了要养大她的小孩 然后当一个女生如果她在韩国 然后她终于有自己的能力的话 她是不是可以透过逃离家庭这件事情 来建立她属于她自己的人生 她就是其实有点在 我觉得现在韩国的所有的戏剧 都在做这件事情 对啊为什么她们最近好像一窝蜂 这种题材很多耶 对就是你会看到所有的女主角 就是整个戏里面最厉害的那个人 因为她们我觉得韩国真的 四岁列车也是啊 里面那个小女生还有那个妹妹 那个妈妈都比男主角厉害好 都比男主角厉害好 而且男主角后来头发为什么这么乱 要伸出她的脸 就是表示她的落魄啊 跟她的愧疚 其实最近有一部钢铁语正与盛的 其实也讲一样的意思 对她就讲南韩的总统啊 就是拿起她的肩膀 然后为全南韩的人民找到就是不要打仗 然后发挥她最就是连自己都要牺牲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反映了韩国的总统 每个人啊 基本上呢 都是第一个出卖韩国人民的这件事 他们就是要反转这件事 他们让你觉得说 没有我们在韩国戏剧里面拍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是我们韩国人民真正想要发生 但是在现实社会上没办法发生的事情 例如说我们只是有一个很清廉 她就算有点无能也没关系的总统 但是他们要懂得保护韩国人 那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吗 或者我们女性就只是想要好好的努力的活着 不要再被付权给一些无止境的剥削 这样难道不行吗 他们努力的在戏剧里面找到这种空间去做发挥 是了解 所以韩国电影的类型啊 或者是他在这个制作的这个场面上面 的确是这几年我们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有目共睹啊 看得到他的努力 但韩国电影这几部之外 那其实如果回到台湾的国片 从打喷嚏开始打喷嚏算是走走第一波 我觉得是第一波耶 他很有勇气从8月17号上映 现在还在 而且他们最近竟然要做环岛的应后耶 就是柯正东男主角自己要真的要环岛 就是我觉得那是爆蛇 这是什么样的企划才想得出来 他要环岛 对当初就跟柯P一样了你知道吗 所以打喷嚏现在还在上映嘛 他票房如何 票房还不错 但是其实还可以有加油的空间 如果他继续留在电影院 因为其实打喷嚏这种他就是爱情片 那爱情片的话 六年前拍的 对有些人会觉得说六年前的东西 他的语境跟现在观众喜欢的东西有一样吗 所以呢你在里面如果要挑骨头 当然是会有骨头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看当初像酒吧到他拍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一个男生为了女生的那种很纯粹的爱情 甚至有点中二的有点屁的那种 纯真男台名之为纯真的爱情故事的话 我觉得你在打喷嚏里面 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很纯粹的那一面 对啊 我觉得我先生说的好啊 一个就是三四十岁的男生 然后他就说男生你对于爱情永远长不大 那一块基本上九把刀 他们还是帮你保存的好好的 所以在里面可以找到那一块 你可能内心的激动 你对于这个爱情的向往 就是所谓的牺牲啊奉献啊 男生对于爱情觉得伟大的那个样子的东西 其实九把刀就是代言人 好打喷嚏 还在上映当中 那怪胎今天要上 是8月7号怪胎 你的语气这样听 听起来感觉你很喜欢怪胎 我也很喜欢 其实我觉得爱倒不是说在故事情节或者是他的那个让我怎么样很感动 而是身为一部全世界可能是第一部最有趣用iphone拍的电影 最有趣 因为在欧洲在在在国外 其实他们用iphone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已经有很多的电影 但是当然我觉得也还是十只手指头数得完的 所谓的iphone电影呢 你去看你总会觉得有些门槛喔 因为呢我们知道iphone电影喔 他就是手机 手机大家知道你如果 如果你会手抖的话 你就会拍出一些很可怕的晃动的 那种观众在大萤幕上面看会觉得 看了我头晕默眩受不了的那种东西 其实那都是这一路以来 就是其实五年前开始就有人在用iphone拍电影 然后而且就是推出世界影展 甚至我们在金马影展真的都可以看到这些片喔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都得做好一个第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好你不要晕船喔 但是怪他也没这个问题 没有因为我们那天就是试音会的时候 人太多了我们坐在第三排第四排 然后想说完蛋了我头会被昏 一定会晕 没有 而且其实他会 我觉得六名义还蛮聪明的 他知道说如果我要用手机来拍 然后拍这种就是人家会预设说你会头晕的 他反而还故意就是用的特纹 他不断用三轴纹的定器 他还用脚架 他还用就是例如说视觉上的一个至终啊 然后很平衡的去 甚至他用一些1比1的画面 让你去很可以很聚焦的在某个画面的核心 他就是想要做到让你从头到尾感觉不到用iphone拍的 对你要就是你就算本来知道说 喔这不是iphone拍的 你走进西院的内客你就忘记这件事情 你出来你会恍然大会说 啊他是iphone拍的 所以我光是连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很佩服 全世界的搞不好第一部最有趣的iphone电影会是他 哇怪胎 那今天要上 而且是100家戏院 100家戏院 所以大家对他的期待有多高 好因为他在国外得了许多多的大奖 好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请雀雀来 我们来猜测一下不知道他票房会如何呢 马上回来喔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33分 我们今天现场是知名影片人确确 刚刚聊到了国片 国片怪胎跟hello少女今天正式上映 那怪胎因为受到矚目很大 用iphone来拍 然后在国际上得到了好多大奖 那上个礼拜我们访问这个烙秘导演的时候 他说他其实也没有想说要得多少 但是想说要得奖是一个他的 觉得是打出口碑的一个方式 可是没想到会得这么多 真的他自己也连人家觉得说 你好好笑喔 邵明依就跟我说他觉得 我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好笑啦 但是就大家都很捧场的笑 我觉得那就是他抓到了某个程度上 现在很多的例如说网路啊 影片啊什么的 年轻人啊其实喜欢看什么娱乐的东西 我觉得他是有那个敏感度的 就是他很严肃的认真的 只是想要做一件让你觉得会心一笑的事情 但是观众还很聪明都看得懂 所以就不令给他哈哈大笑 对对那今天就正式上映 因为之前他被电影节有首映啊 然后也有一些试片等等 反应都非常的好 那我相信他应该票房会不错 我觉得如果全台都铺到100家了 然后呢他的前面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喜剧 你真的没有看过这种台湾电影 我老实说就是台湾的爱情电影 我一直都觉得很尴尬 有时候你就是想要拍爱情喜剧 然后你就是拍不好 或者是你觉得你很幽默 但其实没有不好笑 其实台湾的爱情片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但没有怪胎是真的好笑 是真的可爱 演员又演得好 就是他在环环节节的电影 就是我们如果身为影评人再去评断 通常就是演员演得好不好 你就会打勾 那拍得好不好打勾 然后他故事有没有创新度 你就会打勾 你会发现全部都打勾了 就是而且这个导演 其实他自己啊 因为成本的关系 所谓的新导演 其实背后的那个潜台词就是 心酸史 对没有人会投你钱 所以他就是在成本很有限的状态之下 他说他去拍iPhone 用iPhone拍就真的省超多钱的 就省一半 就一般的那种大型摄影机啊 如果啦你在拍一天啊 通常演员就是拍 顶多拍15颗20颗镜头 对但是iPhone是double的 就是可以拍到45颗平均一天 对平均一天 而且你拍完之后啊 就是你连那个后续东西 都自己来都很快 所以就是不只是时间省一半 你连你的所有的操作都省一半 而且其实我们都会说 好像你是不是在搞噱头啊 第一部iPhone电影 第一部iPhone电影听起来很糗 但是没有 其实这个导演已经 他从iPhone4S开始 2011年 2010年 11年开始 他就开始研究iPhone 所以也是十年电影见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一些东西就是好像 他是不是要抢一个摊头堡 要抢他的历史定位 我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导演他自己讲的很好 就是一个导演喔 其实他光是要把电影拍好就很难 他没办法经过那么多的设计 对没错 没办法什么 要去想摊头堡啦 或是要去拿一个什么 历史的一个位置 iPhone首位全片 而且还首部 台湾那个防疫电影 真的耶 所以我上礼拜就跟那个 热命导演说 哇你们这个上映的时间也是 也是天时低利 你要怎么看 男女主角就是很努力的洗手 戴口罩 然后清洁打扫 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现在 防疫期间要做的 基本功 只是不用穿成这样出门而已 不过这个怪胎这部片子 因为热命导演是自己也写剧本 也剪接 对 然后也当摄影 他是自编自导自拍自剪 差点要自演的 其实听说啦 如果你去看那个电影 你就会发现林柏宏有一个笑点 就是大家就是 林柏宏其实一开始看到剧本 他不想演 就有两个字叫做 柯柯 就是他那时候 他就直接很严重 问导演说 我真的要讲这个吗 柯柯 怎么演啊 我不会 然后导演就说我演给你看 他就知道导演演了 然后等他磕出来之后 很可爱啊 对啊 然后就观众就真的笑出来了 就爱他欸 然后那个林柏宏就只好看着导演说 真的欸 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就超前部署 其实连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先知 Hebe的歌也都是超前部署 因为其实 照理来说 他们是请不起田富春的 但是他们就只是问一下说 我们这个电影有可能吗 你们有没有适合的歌 刚好 有 有 Hebe有一首新歌 真要出 原来是这样 就是免费变成电影主题曲 很棒 就是一切的超前部署 一切的未卜先知 全部 我觉得只要一个 导演是真心爱电影 想要把电影拍好 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所以 在今天正式上映的怪胎 我期待他的票房可以很好 我觉得给导演 这个 一个很大的回馈 应该是说 如果连这样的台湾电影 就是有创新程度的台湾电影 都不卖的话 那我们才要担心吧 真的 我们自己要去支持一下自己的果片 好 那hello少女演的是什么 hello少女其实 某个程度上也是很符合当代的观众的一些需求 他其实故事是讲说高中女生 高中女生 然后他们是一个小团体 然后怎么样跟其他的女生勾筋斗角之后呢 在一个party里面产生了一件丑闻 然后那个丑闻被手机跟网路散播开来之后 害的一个女学生 她从此就休学了 然后那个丑闻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在party里面 女生都会玩一些 有些例如说亲亲啊 或者是脱胸罩啊 脱衣服啊 或者是甚至 他们就是真的要玩黑秀 哎呦 然后输的人竟然就黑秀了 然后黑秀其实没关系 你关起门来 是在hello吗 对真的是 这个剧情就是非常的超展开 然后竟然那个黑秀就被拍出来 然后拍出来这样被网路散播 你叫那女生情何以堪啊 她当然就只能休学 那过程有点像是办案就是 所以去找说到底是 谁把我那个影片泄露出去了 然后到底那个就是传闻中 女公主跟婊子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现在探讨的就是高中女生之间 可以那个玩弄心机到最夸张怎样的程度 然后她用一个很戏剧形式的表现 让你看到 其实会不会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啊 我们身为妈妈 是不是都要好好的去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夸张啊 好那她适合给年轻人看吗 还是 像我们这种当妈妈了也适合看 我觉得啦 对年轻人来说一定会有感 就是你要去了解说 他们为什么现在 其实你从Netflix 就是点阅的那些排名 你就可以知道 那些新三色的 为什么一直都排在前几名 表示现在的高中男女生 他们在意的就是这些题材 然后他们可以玩到怎么疯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预设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现在的小孩都是这样 但是你必须得知道说 他们最疯狂是可以到怎样的程度 那个东西就会变年轻人之间的话题 然后如果 你会你先去跟 道貌二人跟他说 欸这不行不行不行 啊其实人家不会跟你聊的啦 就是你就是 我们就默默的去看了这部电影 你就会知道现在年轻人 其实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这很重要欸 哦好 所以这是Hello少女 也是今天正式上映 然后逃出立法院 本来三四月要上的嘛 现在才上 逃出立法院我超爱 你喜欢是不是 我超级爱 然后有些人就是跟我就是 因为当初其实三四月要上的时候 我二月看 我爱到不行啊 然后呢 后来就有人跟我说 你是在Hello吗 就是台北电影奖也没有入围啊 那真的有这么好看吗 大家就在那边唏嘘说 到底好不好看 欸不好意思喔 人家现在进入多轮多电影节的 那个午夜单元喔 就是世界的 我觉得台湾观众真的是 要自己好好想想 就是不要人家就是外国烘灰 然后才可以肯定他 对 其实廖民意也某个程度上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自己要有 审美辨别的能力好吗 那逃出立法院 你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 因为我在二月看的时候 疫情爆发 其实逃出立法院 某种程度上是融合了 例如说 我们从SARS之前 和平医院 大家不是觉得 和平医院 是不是大家都逃不出去 有人不是在里面哭说 为什么不能出来 还有就是 占领立法院这件事情 然后有人就是内外的人 就是里面的人 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出去 他们是为了一个很奇怪的理由 即便你认不认同他 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理由 而占领的立法院 然后外面的人就说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出来 没有 占领立法院 逃出立法院 有点像是这种味道 就是把所有的台湾 你曾经这十几年里面 遇过的现象 他就真的就是 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对啊 因为台湾就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嘛 就是有一群人 他在立法院里面不出来 那为什么 然后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活石片 所以他是 他是个活石片 他是活石片 所以其实他就是 又跟怪他一样 有点创新 就是如果他是台湾第一部 iPhone电影的话 那逃出立法院就是第一部 很重要的 被世界看见的活石片 他讲说 故事内容其实讲说 很好笑 他连 我觉得他连那个故事 一开始都是很机车 他说 他是架空了一个台湾的总统 不知道是谁的总统 去跟一个阿萨布鲁的总统 国家做建交 有没有 感觉很熟 然后阿萨布鲁的总统 就把病毒 活石病毒传给了我们的总统 然后我们的总统 在立法院会期期间 就吐了 然后所有的立法院的立委 全部都得了活石病毒 变活石 所以其实台湾第一个活石是总统 然后变成其他的全部的立委 全部都是活石 然后那些活石 他就会去感染其他的人 然后就剩下少少的 很少的几个人 没有得到活石病毒 但是他们被关起来了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活石病毒就是直接把你隔离 就是你要去想像和平医院里面 其实有几个真的是没有得到 SARS的人 那被关在里面 可能是医护人员 可能是其他人 他们怎么逃出去呢 他就是一切荒谬 一切让你觉得什么东西啊 怎么可能的状态之下 他就一直在那边讲说 好像又似曾相似的故事 导演是谁啊 导演是王亦凡 他是也是两年前呢 他在那个台北电影讲呢 用一部叫动两动六的活石短片 一举拿下了最佳短片奖 然后那时候呢 大家就觉得 你你你你就是拍活石片的第一个 就是台湾第一人就交给你了 活石片就交给你了 所以其实他在一个很疯狂的状态之下 被赋予了一个拍台湾活石片的任务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又有点好笑 你会去看一师到底的人 你大概就会觉得 怎么可以荒谬成这么好笑 所以其实他虽然是活石片 他撒血浆不用钱 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会一直笑 你甚至你看到最后会有点哭 因为他里面佗宗华大哥 他饰演的一个爸爸 其实他就是台湾恐流你知道吗 他为了他保护他女儿 他会做一些很感人的事情 不要让他女儿 就是不要让我们下一代也变成活石的话 所以逃出立法院 是一部叙事非常的流畅 也是好看好笑的 他是一部非常疯狂的电影 就是他是两倍数电影 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是追不上他的 真的啊 我就觉得你的资讯量也太多 他每一句台词 每一个动作你都会觉得 似曾相似 他是可以让你 没评报其他的台湾社会事件 或者是新闻事件 但同时之间 他剧情在进展的时候 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好笑 然后呢 他又是台湾的第二部 应该算是台湾第一部弹幕电影 弹幕电影讲的就是呢 反正现在电影院 大家都很喜欢把手机拿出来嘛 好啊 他就说你就把手机拿出来啊 我就是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直接把你的心得打上去 所以当你看到里面活石很夸张的时候 你可以打说 哈哈哈太瞎了吧 然后呢 他就会在萤幕上面出现你说 你在comment这部电影说 太瞎了吧 然后或者是说 如果你觉得这个电影超好笑 那你知道下一秒要发生很好笑的事情 你就可以写前方高能 就是提醒观众说 下一秒有很好笑的事情 你要好好注意 就是东西 他让观众就是 你就把手机拿出来 就一个互动的感觉 对 其实台湾第一部是冰雪奇缘 所以其实冰雪奇缘 不是那个动画的冰雪奇缘 是一部卡片 就是奇幻影展的 就是也是活石片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东西来给你看 所以其实真正的台湾第一部电影 这样搞的是 就是逃出立法院 但是这个东西会很分心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他已经是两倍速电影 你看电影都来不及了 你要写comment的话 就好几秒钟你就看不到了 哦 所以逃出立法院也是可以期待的片 因为我三四月看到他的那个 简介的时候 我想说 哇这应该是个搞笑荒谬片 就很荒谬 而且很搞笑 很粗糙 但是其实呢 没有正片没有这样 就是我觉得 就是大家真的很 我自己二月看的时候 我是都看到快哭了 我觉得这反映了 就是台湾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 刚好开始锁国 哦 了解 你会觉得 对对对对对 现在疫情大家都得这样 全世界都被关起来了 好 这个国片也好精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片呢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51分居然来到了最后一段了 都好多没有讲完 那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是八月底要上的 我以为你在跟我告白 哈哈哈哈 这部片应该就是一个告白片 就是四一的作品 然后改编是孝谦跟安嫌来改编的 我觉得他们这部片真的很惊人 八人的编剧阵仗 对啊这个编剧也太大了 这个到底是要怎么分工啊 对啊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见的是 可不可以你刚好也喜欢我这部片呢 里面呢至少有四条爱情线大家可以去期待 那如果再加上男女男女主角之间 男女配角之间的双就是三角关系的话 这算两条的话那就是五条爱情线在进行 哇没关系我们到时候会访问导演跟演员陈宇 我们再好好聊聊 那最重要的我们的诺兰作品 还是要讲一下 对因为呢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呢大家就一直在那边等说 诺兰的最新电影天人呢 他从七月一直演到八月 大家都很担心他后来又反悔啊 但是呢整个电影 华纳的电影公司 我觉得他们也配套做事做的挺好的 好你等诺兰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他之前的电影吧 就是他的 《纯名作记忆拼图》这部片 这部电影真的是神作耶 因为他算是创了全世界影坛的第一部非线性叙事 他讲一个会每天起来就是失忆的男生 他为了要不让自己忘记他之前的事情 他就做一个很极端的事情 就是他把东西刺青在自己的身上 他刺了一堆memo在自己身上 例如说不能相信谁 因为他每次醒来他就是宛若心生 他就会忘记那个人 自称Mike的那个人可能是他的朋友 但没有其实是敌人 然后你在花了一天的时间查案过程 你发现不是他是敌人赶快刺下来 所以他身上就有一堆刺青 然后呢他每天都会遇到有点像是重复的事情 但是他就没办法判断说 嗯他老婆死了 但老婆到底是谁杀的呢 他就要去查案 然后要一直往回溯 然后以前呢 其实台湾电影公司也是挺有事的 以前你知道台湾电影公司很怕观众看不懂 所以他剪了一个版本 就是他本来电影是回溯说 从现在一直回溯到过去 到最后的那个过去 他终于知道老婆是谁杀 台湾电影公司很有事 他就先去重新剪 就是倒着剪 剪说他自己就是知道是谁杀了 然后再回来推到说 怎么他会变成一个失忆男 怕我们看不懂 就把观众搞得更复杂 然后观众就很好奇说 所以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20周年的数位修复完整版要出来了 有观众可以看到说 20年前你看到那个版本 其实是错了 你现在要来看新的版本 好 所以这个是8月也要上的 是 而且呢他真的很贴心 在天能全新的电影上映之前的一个礼拜 然后全面启动 10周年纪念版 也让你看到那个 不会倒下来的陀螺啊 全面启动 这也是神片 他那个还蛮烧脑的 对 而且他其实里面有一些很创新的东西 后来全世界的电影创作者都在学他 就是全面启动有一个很酷的就是 你在梦境里面去做地图 你去造梦 然后你造梦的那过程里面呢 因为梦境里面是一个超越空间维度的东西 所以你就建筑物啊就可以把它对折起来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马路就是突然就变成一个那个 像是摩天轮一样的东西 让你可以在里面当 玩Circle 就是很夸张的事情 他在里面天马行空 把电影跟梦境做了一个对等的影域 这件事情全面启动 其实是就是影史上的最经典 哇 好所以他的十周年纪念版也会在八月份上映 接下来天能就真的要上映哦 对天能如果如果如果不演党 如果不要突然的话 真的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他 耶 八月二几号的时候 对因为他要等就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诺兰哦 他自己也很想要在暑假可以让他的电影跟观众见面 可是他在美国都没办法上啊 所以他自己有改变策略啊 就是如果今天啊天能啊 他可以在 他本来是想说我就是顾好我北美的市场 因为诺兰也是一个有对于电影院这件事情有使命的人 就是很多的全世界的导演都已经用数位拍摄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坚持用胶卷拍摄的人 而且他不但要用胶卷拍摄 他要用i-mass 就是那种i-mass的那种所谓的画面的比例啊 那种东西啊 他要真的很到现在还是具体落实在 就是他要跟你讲说 我觉得这些人都很值得被肯定 不论是像是李安这种觉得说 我要3D4K120格 让电影院的存在价值 永远是家庭剧院无法取代的 或者是像是诺兰导演这样 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说胶卷拍片这件事情 在电影院里面看还是会感动 甚至我觉得亮明也要被提出来的原因 他让你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 我觉得说的很好耶 如果有一堆烂片在电影院看 你看的会很生气 但是有些电影明明是用i-phone拍的 但是你在电影院里面拍看 你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的话 那电影这件事情 它存在才会有不可取代的一个价值存在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身为我们啊 就是靠电影吃饭的人 都很希望这些导演可以长命百岁 真的拍出这么棒的电影 非常谢谢雀雀来跟我们分享 八月份的好片哦 也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继续持续所